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整个台北市丁守中会赢将近三万票 但是最后选举结果 柯文哲却拿下41.05%的票率 倒赢丁守中不到1% 章鱼哥在三强鼎力的状况下失了准头 过去的台北市长选战里面 大概选民只有蓝跟绿可以作为选择 那在这一次里面因为多了一个所谓柯文哲 讲过说他要拿选票 48%的这样一个选票 你说他是领先的有这样的状况吗 绝对没有这个状况 郝文斌时空否认丁守中自认吻赢 但四点之前没有主张 之后弃保是否发酵 又如何影响选举 已经没人能解答 章鱼哥失卷和丁正营错判情势 都成了事后诸葛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